这一款鸡爪我真的长老久了一直想吃 但是之前因为过年的时候咳嗽 然后没办法吃 你们收到货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冰箱里面 先冷藏 冷藏半个小时再吃 我感觉口感会更好 它会有一点点甜 然后的话有一点点辣 这个辣度不会太辣 就是正常的人都能接受的那种辣度 它这一款鸡爪跟咱们家的五股鸡爪还不太一样 好吃 就是这一款鸡爪的鸡爪 鸡爪很甜 因为这个鸡爪不太喜欢 就是这种鸡爪的鸡爪 什么 像这么多鸡爪的鸡爪 如果不是很酱 就不吃鸡爪的鸡爪 所以我能吃鸡爪的鸡爪 当这鸡爪的鸡爪